近日中國女田徑運動員的性別又再度受到網民的熱議 事源有報導指兩名田徑選手廖萬雪和童真寬 他們的成績被世界田徑聯合會取消了 並且刪除了他們在全球排名 廖萬雪和童真寬的外表都十分男性化 一直都有網民質疑他們的性別 有網民測測他們兩個人被國際田聯除名 可能因為跟血糕童的檢測收緊有關 亦都有人認為可能跟他們今年的國際比賽成績有關 究竟這些性別備受爭議的女運動員 他們真的是女兒身還是男兒身還是變性人 國際運動組織對於運動員的性別 又制定了什麼標準和檢測呢 本民度曾經濟過一集奧運女選手癡紅莫辯之謎 就有了以上的所有答案 以下就是這集的精選內容 今屆東京奧運傳出多名女選手 而致是男兒身的兒魂 當中包括中國三人女子籃球隊隊員 被香港網民旨和香港一些男藝人和主持撞養 例如好像張研博、錢家樂、潘小圖、Keyman 更加有網民氣稱他們像是女版ERROR 之後有網民找出中國女子田徑隊的隊員 廖萬雪和童真寬他們的身形、聲線、樣貌都激似男性 更加有網民眼淚地看出他們在賽後合照所穿的運動服中間 疑似有激突的情況 和其他國家的女子隊有所不同 惹來不少的揣測 其實他們在東京奧運之前已經參加過不少國內和國際性的田徑賽事 幾乎每次出場都被人質疑他們是不是男性 也有人懷疑他們是不是未做手術的變性人或跨性別人 而根據網上找到的資料 廖萬雪和曾同寬兩位女選手都是來自湖南 廖萬雪是家中的獨女 雖然自小外表聲線已經很男性化 但是她從小到大的性別都是女性 也都不是變性運動員 中國國家田徑隊曾經在微博發文澄清 他們並非男而身 不過仍然未能平息網友的質疑聲音 其後國際田聯對廖萬雪作性別審查 再次證明她是女而身 也都找到造成她外表男性化的原因 是因為她的紅性激素分泌超標 是先天性的基因問題 不過今屆東京奧運 觀眾應該無緣看到廖萬雪和曾寬同兩位女非人的風姿 雖然兩位都是中國田徑隊的主力 廖萬雪更加在今年曾經跑出亞洲第一的成績 但是在中國東奧女子田徑隊名單裡面 竟然見不到廖萬雪和曾寬同的名字 有關方面並無解釋原因 過去大半世紀幾乎每一屆奧運會都出現過癡雄莫辯的選手 大多數都是男性化的女選手 在上一屆2016年 李若奧運 南非女運動員 蔡萬雅贏了800米女子賽跑冠軍 繼2012倫敦奧運之後奪取第二面金牌 她的性別曾經被國際田徑聯會質疑 經性別檢驗之後顯示她不是男人 又不是女人 而是癡雄同體的陰陽人 而因為她的染色體是XX 而判定她是女性被允許繼續參賽 我非常感謝 我只是一位移民女 我生成為灑的地方 在2017年 蔡萬雅在南非正式和青梅出馬的女友結婚 而她在婚姻中扮演的是丈夫的角色 但在2019年 因大會的高同規則生效 她體內的高同含量超標 田徑管理機構認為 蔡萬雅在生物學上屬於男性 被禁止參賽 這些運動員 一時被認為是男性 一時被認為是女性 究竟大會有什麼規則去檢定性別呢? 今集《神非解密》 就和大家解開奧運會男女選手 癡毫莫辯之謎 如果你喜歡聽這些解密性的資訊性節目 就請按一按本頻道的訂閱鍵和通知鐘鍵 謝謝 在上世紀60年代之前 女運動員必須通過向體育官員 展示自己的伸直器 證明自己的性別 奧運會第一次公開性別檢查 是在1936年 當時的柏林奧運會女子100米比賽中 為免冠軍的世界紀錄保持者 波蘭選手 斯坦尼斯洛娃是大熱門 但在比賽中 他意外地輸了給美國隊的海倫斯提芬 於是斯坦尼斯洛娃 就憤然指責 海倫斯提芬是男性 向國籍田聯投訴 海倫斯提芬出於無奈 唯有在裁判團面前脫光衣服 接受性別檢查 檢查結果是 海倫斯提芬是女性 他的金牌和新的奧運紀錄被裁定有效 不過世事總是出人意表 在44年後 1980年 斯坦尼斯洛娃不幸被槍殺 染色結果顯示 這位曾經是女子奧運冠軍人物 竟然是男人 原來斯坦尼斯洛娃 具有一個微小但沒有功能的男性器官 而他的細胞顯示 性染色體的類型也有問題 部分是帶著XY染色體 部分只有一個X染色體 顯示在胚胎分裂的時候出現錯誤 所以當年投訴對手是男人的 斯坦尼斯洛娃 他自己原來才是男人 其後的運動會接連也發生幾宗性別的糾紛 而且要求運動員在醫生裁判面前 集體全裸列隊 單憑通過肉眼鑑定性別 這個方法雖然直觀簡單 但是就被批評為不文明不道德 而體育界也開始意識到其中的爭議 到了1967年國際田聯引入染色體測試來鑑定性別 一年後國際奧委會也採用同樣的方式 男性因為只有一條X染色體 所以男性的細胞屋裏沒有巴士小體 女性有兩條X染色體 所以就會存在一個巴士小體 染色體測試很簡單 只要在運動員的口腔拿一些組織圖片 然後用顯微鏡檢查當中有沒有巴士小體 來鑑定運動員的性別 不過在推出染色體檢測的那一年 一位波蘭女運動員就通過不到性別鑑定 最終被取消資格 但原來他是患有一種特立是綜合症 令他的細胞核裡面缺少巴士小體 而科學家也漸漸發現還有其他的病因 令到染色體的檢測出現越來越多的盲點 1992年國際奧委會引入PCR最合回鏈式反應的檢測方法 只需要檢測性染色體上面有沒有SRY基因 即是高院決定因子就可以完成性別鑑定 這種方法價格低廉步驟簡單又可靠 因此PCR鑑定法就成為主流的鑑定性別方法 不過強制性的性別檢測絕漸引來非議 指責奧委會的性別歧視和不人道的聲音越來越多 到1999年國際奧委會終於廢除了強制檢測 只是對有爭議的女運動員進行測試 在這20幾年來一共有13位女運動員 被檢查出她的性別是男性 在這些案例裡面不是全部都是男性假扮女運動員參賽的 當中部分是由於激素敏亂導致兩性人 或者是高童數個高的女性被鑑定是男性 高童又名高丸童或者是高固童是主要的紅性激素 男性體內90%的高童都是通過高丸的間質細胞分泌 促進男性性器官成熟等的第二特徵的發育 而高童的本質亦都是會助長蛋白質的合成 所以高童可以促進肌肉和力量的增長 增強骨格的成熟這點對於運動員來說是極大的優勢 女性雖然沒有高丸但是體內的卵巢間質細胞 同身上線都可以分泌出少量的高童 而份量大約只有男性的分泌量的十分之一 因為高童這種紅性激素在競技場上成為了運動員的力量值 所以世界各地的運動會都極力防止男性參加女性的賽事 以免造成不公平的競賽 於是激素檢測就成為了性別鑑定的其中一種輔助方法 同時也都檢測運動員有沒有服用激素類的藥物以增加他的體力 進入了21世紀LGBT的議題佔受關注 2003年國際奧委會制定了一項斯德哥爾摩性別分類共識 允許傷性或跨性別人士參加奧運賽事 條件是運動員在參賽前兩年 需要接受性激素治療和變性手術 確定自己是男性還是女性 再通過性別鑑定就可以參加比賽 2008年北京奧運開始就成立了性別鑑定測試中心 結合了臨床、性激素、基因、染色體多項測試的方法 來進行性別鑑定 2015年醫學專家認為通過激素替代治療 由男性變為女性的女子跑步員 不會具備其他女性運動員所沒有的優勢 所以國際奧委會又放寬了針對變性和雙性運動員的資格要求 這是我們的運動員 我們是女性 所以我們不會有其他女性 現在由男變女的變性女運動員 只要接受完超過12個月以上的激素代替治療 再通過激素檢測 即是最少15個月內 高同數水平低於每升10納摩爾 並聲明自己是女性 在四年內不會改變主義 就合乎資格就可以參加奧運會 而由女變男的變性男運動員 就完全不受限制 同時變性運動員 因為種種原因 他們未必想或者是做不到器官改造手術 這些強制性的手術 就變成不人道的限制 所以最新規定是 無論是變性的女運動員 或者是變性的男運動員 都無需要接受伸直器的再做手術 簡單來講 一名男變女的變性運動員 現在只要通過激素代替治療 令到高同指數不超標 他就算保留了男性的性器官 也都合乎資格參加奧運的女子項目 今屆東京奧運 就創下最多LGBTQ選手參賽的紀錄 根據最新統計 至少有175名公開出櫃的男同性戀 女同性戀 雙性戀 變性人 酷兒 和非議員性運動員參加 比上一屆的裏約奧運的56人 多大約兩倍 而當中的新西蘭女舉重選手哈伯德 他曾經是青年男子舉重冠軍 後來因為性別認知障礙退役 在接受激素治療之後 他重新以女性身份開始職業運動生涯 成功進軍東京奧運 成為第一個公開以跨性別參賽者參加奧運的人 不過這位首位跨性別運動員 亦備受爭議 甚至有婦女團體提出抗議 隨著激素研究的不斷發展 以激素的水平來判斷跨性別者的參賽性別組別 可能都會受到爭議 2020年9月 瑞典卡羅林斯卡學院發表一篇研究指出 跨性別者在進行12個月後的抑制高和激素治療之後 肌肉質素並沒有損失到 究竟將來的運動會性別分類的發展會是怎樣呢 會不會是繼續以調整體內激素的指標 而作為男女項目的分類 甚至好像坊間的一種說法 增加第三性別的項目來解決問題呢? 答案是 人類在80多年前 以為分別男女的性別很簡單 只要脫光衣服一眼就看到 怎會猜到現在的性別分類是這麼複雜呢? 所以將來的問題 可能不單止是癡紅莫辯這麼簡單 而是多元性別如何定義和鑑定的問題 wielu科砰在100 simple開始 請觀眾典型號場面 請姚思挤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加科学及理性解密分析的频道 如果大家喜欢这类节目的话 请继续支持禅非解密的制作 除了like and share本频道节目之外 更加欢迎加入禅非解密patreon 每月只是请小弟喝一杯奶茶的小费 就可以看patreon每月读响的各种私密彩蛋短片 以及读响每集节目的纯声音档 随时随地收听禅非解密的节目 有你们的支持就有禅非解密 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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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